高雄市长补选期间市政有文官代理 市员曾俊杰认为虽然只有短短两个月的期间 但是相关市政工作仍要持续的推动 因此提出包括铁路地下化 后续工程和防抬防训及防疫团队业务进行探讨 希望督处代理团队在市长补选期间 要保持行政中立 也要让市政延续进行 由市务官代理的高雄市政府除了要面临防疫 防训和防抬等重要挑战之外 还有站在一个月后登场的市长补选任务 市议员曾俊杰在总咨询中除了要求 看守期的市政能够持续上景发条 保护市民生活之外 也要严守行政中立完成选务工作 看守那个只有两个月 那也不能有很多政策性的市政政策 那只能延续性的市政 那我们当然这两个月防台防训还有防疫都是很重要 包括市长的补选 也希望说在这个团队里面可以保持中立 总之已经开始我就一直呼吁 然后另外在我们内部的市政会议 也都是一直要求我们的文官 一定要严守行政中立 这个部分我自己本身这样 我也要求我们的同仁这样子 有关铁路地下化完工之后 相关廊道及沿线立体设施拆迁进度 和贯穿南北穿越道工程 因为受到地方高度关注 曾俊杰也督作市府加速 办理回应地方期待 贯穿南北相通的都会收通 那在公共区规划有39条 那我想要请教一下 除了这些路桥之后 还有多少条还没有打通 目前是争取到中央20.3亿的这一个经费 分成9标 另外再加一标那个附属设施 总共时标 现在目前全部都开工在施工中 那好不容易铁路地下化 然后又有新的火车站 那是要用一些停车空间 因为有停车就有人潮 那希望可以透过把这些商圈 跟火车站做结合 然后做一个新的商圈 新的地标 然后让这些商圈又可以活络 又可以再现 公务局进一步指出 中国高架桥预计在明年初进行拆除 至于民族路桥的机车道 已经进入细部规划 相关拆除经费正向中央积极 争取补助中 记者金献忠 黄蓝军 高雄报导